凌晨两点的电话亭 万籁无声 天才骇客奥兰紧张到破洞心惊 听着迟迟无人接听的电话 心声不详的他火速奔向酒店 奈何 为时已晚 三兄弟已被灭口 难以想象 风头正盛的黑客组织CLY竟落得这般下场 为躲避背后疯狂绞杀的传奇黑客联盟 奥兰主动交代犯下的一切罪行 但CLY早已成了白盗的肉中刺 眼中钉 所以国际刑警极为怀疑奥兰的偷诚 面对这般决心 奥兰该如何绝地求生 又是怎样的恶行 让黑白两道同时出动 此番尔虞我诈之下 又会在江湖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 而这一切的谜底 竟在今日的阿莫特公版《暗网行动》 奥兰是一名天赋极高的地下黑客 凭借着多年的潜心研究 成功挤身了暗网之中 但不同于暗网的呼风唤雨 现实世界的她是个十足的挫败者 在其与娘胎之时 父亲远顿法国再无行踪 母亲在其八岁之时 患上严重的人格分裂症 自意加重 本就性格孤僻的她 只能跟奶奶相依为命 可奶奶也是个身世可怜之人 丈夫响应国家征兵 奔赴二战 五年后 只有三枚蛋壳作为遗物送回家中 随着时间齿轮的转动 奥兰长大成人 奶奶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至此 孤僻的奥兰彻底隐形 宛如一个透明人 惶惶时空 但生活还要继续 奥兰白天化身外面小哥 晚上在暗网遨游时空 本以为她的生活就此定型 奈何 天有不测风云 地有导演实话 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一切的宁静 玛丽是奥兰的中学女神 奈何时光之刃过于无情 眼前的玛丽早已认不出当初的那个愣头青 回家的奥兰毫无睡意 因为她听到玛丽正在准备法学结业考 只要她能够弄来结业试题 那一定能牵手成功 结婚生子走上人生巅峰 不料 刚出手就被巡查了报案发现 好在 奥兰没有前科 也没有造成损失 法官从轻责罚 判棄50个小时的公益劳动 殊不知 正是这场义务之行 让整个柏林掀起了血雨腥风 奥兰在此地遇见一个名为马六的黑客 后者极为看中奥兰的本领 第一时间将其拉入别墅之中 看着瘦弱的奥兰 其余两人一脸质疑 就她也能攻入暗网时空 听见此言的奥兰毫不动怒 拿过电脑一顿噼里啪啦 便侵入了电路系统 实力尽险无疑 其余两人颇为震惊 当即开始吐露心声 文生男名为猴三 堪称编程大事 胖子名为雄武 可谓硬件狂魔 他能入侵一切系统 至于马六最清通的则是社交工程 因为操纵者本身就是最大的漏洞 来不及四人闲聊 警察赶到别墅 众人瞬间一哄儿子 奥兰也是死命狂奔 没想到女神玛丽也在逃跑队伍之中 这一刻 十年前的记忆终于涌上心头 玛丽终于认出了当年那个 总坐在最后一排的孤僻男生 回家之后 奥兰将奶奶送进医院 希望查出病原之痛 医生没有隐瞒 如今痴呆严重的奶奶只能留院观察 尽管奥兰百般不舍 但也只能放手 同时送来蛋壳遗物 让爷爷在天上保佑 回去的路上 奥兰是魂不守舍 结果意外遇到了马六 信心相惜之下 二人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四人全是暗网之人 偶像皆是那个智商 高达170的暗网真神X X堪称网络界的超级英雄 其所在的黑客团队 星红十三腰 实力是更是恐怖 国防军区的服务器 都被其一一贡献 而四人的梦想 便是成为其中的议员 可要达到那般高度 他们必须要有傲人的成绩 于是 在马六的筹划之下 四人感到了一处私人礼堂 通过PS的身份卡 蒙混过关 将激进派议员的电脑黑掉 让其在台上打放厥词之时 当众出丑 继而将这一切传到了网络之中 经过了一夜的时间发酵 昨晚的恶搞视频 点击突破百万 亢奋的众人士信心打增 在癫狂之下 取出一个对名 CLAY 以为小丑微笑 至此 黑客四人行正式启程 几人行动极快 很快便入侵了金融证券系统 控制大盘走势的同时 向上层的金融巨鳄送出了真诚的问候 眼看小丑面具 红遍全球 四人更加疯狂 将目标指向了生物制药系统 无情揭露了医学活体实验的恶行 而后便是电商订购系统 三皇平台系统 暴物周刊系统 家居用品系统等等等等 在此般惊世骇俗的举动之下 小丑面具是轰动全国 CLAY一词是名声大噪 但在暗网之中 X的眼中 CLAY只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小丑 得知此事的马六是勃然大怒 未发现心中的愤恨 几人黑镜收音机静猜系统 以正规渠道换来了一辆敞风保时捷 而后在深夜的街头是肆意恐妙 疯狂麻醉 在马六的言传身教之下 孤僻的奥兰鼓起勇气 踩着保时捷 找上了大学城的玛丽 主动索稳 可玛丽吓坏了 转头便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与此同时 欧洲刑警网络犯罪部的 特别行动首席调查官汉娜赶到柏林 而助手已等候多事 汉娜追查星红十三要已有三年之久 后者属于俄罗斯 网络黑帮血族的分支 实在要窃取的所有文件 都由血族放于暗网售卖 纵然汉娜拼尽全力 却也只能得到三个成员的名字 甲乙饼 无奈只能将矛头指向风头震盛的 心境组织CLA-1 另一边 宿醉的四人一觉醒来 接到了X的主动联系 眼看人在家中坐 如同天上来 马六的神经是被完全折断了 四人一怒之下盯上了德国皇家情报局 希望接这个庞然大物 让X收回对CLA-1的侵蚀 四人伪装成野生石荒人 在皇家情报局的废品处理站 找到了一张带有名牌信息的贺卡 而后根据收件人做成了一封钓鱼邮件 在对方毫不知情的帮助之下 侵入了皇家情报室 有了门禁的家室 四人长驱直入 将整栋大厦的打印系统 直入病毒 同时删去监控 而后逃命似的奔入酒吧放纵 他们知道 次日一早CLA-1一定能够霸占新闻头条 可在酒精的刺激之下 半醒半醉的马六撩上了玛丽 奥兰怒到无地自容 疯一般的逃回家中 并将追来的三人堵在门里 酒精上头的马六拨口大骂 没了我们三个 你奥兰跟之前一样 一事无成 听见此言的奥兰彻底怒了 当即下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原来她在情报局的服务器 发现了一个隐藏分区 顺手就盗走了其中的绝密资料 而现在她就要免费送给X 建议对自己证明 受到意外之息的X是极为震惊 转手便交给了俄罗斯黑帮的血组 一夜无话 回到情报局的汉娜是一脸差异 因为遍地都是CLA-1 到此一游的夸张痕迹 看着监控中的鬼畜的视频 安娜对CLA-1的追查之心 又抢了两分 可一具神秘尸体的出现 让整个事件被推上了顶峰 原来绝密资料上面有一份特工名单 而新红13-1的成员贾 正是卧底的一员 没有想到 她的身份才暴露了不到12小时 就落到了这般下场 另一边奥兰被撬门而入的三人抄袭 正当四人闹得不可开脚之时 新闻惊爆了四人眼球 因为新红13-1成员贾的死亡 和CLA-1画上了对等 四人彻底慌了 小打小闹 或许无人针对CLA-1 但此般情况之下 四人的位置迟早都要被暴露 就算藏也藏不了几时 正当警人焦躁之时 房门被人敲响 奥兰开门之后 发现是一脸诡异的玛丽 但此时岂能儿女情长 奥兰直接下了竹克林 四人一阵头脑风暴过后 决定用计骗住X 以及新红13-1其他成员 只要他们将X丢于阳光下 那CLA-1的杀人嫌疑 将直接打消 说干就干 未免被X察觉 四人来到国家图书馆 使用公共网络进入暗网 一阵搜寻之后 成功找上X 后者对CLA-1的情报局执行 是极为满地 奥兰也表露了 四人迫切加入新红13-1的期望 X没有拒绝 但为了验名正身 再次给CLA-1下了一个秘密任务 只要完成 新红13-1将准许四人加入 与此同时 奥兰的暗网入口 被皇家情报局锁定 汉娜马不停蹄赶到图书馆 但四人脚步极快 尽管面临汉娜等于冲冲围舞 还是有惊无险的消失于黑夜之中 为了完成X的入门考核 四人决定制作一份夹层木马病毒 将其混入欧洲刑警组织的服务器之中 这样不仅可以让X随时查询 调整 修改 追凶进度 他们四人也能顺藤摸瓜 拿到X的IP地址 做完这一切的四人 是马不停蹄赶到海峡 本想继续钓鱼指法 奈何 磨到一尺 这道高一丈 他们的伎俩 全部失效 甚至 连下水道都是严格密封 马溜的手 也被丁子意外抓穿了 就在几人烦闷之时日 一张意外掉落的访客证 让奥兰看到了希望 可此行过于凶险 为了三兄弟的安危 奥兰决定自己行动 毕竟 一切因他而起 也该由他而终啊 很快 奥兰步行至海牙刑警大厦 以白天参观之时 钱包落在了食堂作为借口 希望能进去两分钟 还使出苦肉计 并故意欲擒故纵 看着奥兰脸上的伤疤 安保动了恻意之心 直接放行 就这样 奥兰在食堂之内 架设了一个平行网络 利用附近办公室的IP地址 成功侵入了中央服务器 装好夹层的木马之后 奥兰是迅速拿出了 X留下的暗网密钥 而背后的X已等候多时 却不料 X在接下夹层木马的一刹 直接撒手 这一刻 奥兰的计策原形毕露 原来 在一开始留下的暗网密钥 便藏着IP跟踪器 奥兰心声不祥之下 连忙通知三兄弟 结果三人早已被人灭口 为了活命 奥兰只能自首 此时也就是故事开始的那一幕 可奥兰的讲述是漏洞百出 汉纳根本不信 直到奥兰收出其在丹麦的社保 号码 银行账号 流产经理之时 汉纳当场傻眼 当即联系助手 批准奥兰的证人保护计划 借以让奥兰揪出X 奥兰没有犹豫 盗走众多暗网人员信息 并驾引爆框 同时将罪名安到了X身上 眼看多年神域被奥兰全部败光 X直接打碎服务器避障 借以曝光这个栽赃的渣子 殊不知 那枚破窗的锤子正是奥兰所流 上面也藏着IP跟踪器 X是直接落网 抓到X的汉纳心情大好 但为了印证奥兰所述 一人来到了奥兰家中 玛丽学校 精神病院 以及三人被灭口的酒店 将一切的证据串联之后 汉纳直接冲入警局 剥离了奥兰的证人保护字 原来 玛丽根本不记得奥兰 而酒店也没有所谓的三具尸体 同时 从医生内了解到 奥兰之母的真正死因 是四重人格分裂 死病可遗传 通过兴奋药物即可诱发 通过奥兰手上的钉八 即可认定这一点 因为在奥兰的阐述里 是马六被钉子扎穿了手 更为重要的是 灭口酒店的蛋壳是爷爷的遗物 时间正是二战年代 所以CLA外根本没有马六 猴三和熊五 从始至终都只有奥兰一人 其他的全是人格分裂的假象而已 得知此结论的奥兰是目自欲猎 力声大喝 我跟妈妈不一样 我说的都是真的 看着痛苦的奥兰 汉娜母性爆发 眼泪彻底绝地 当即送奥兰进入中央机房 让她抹掉她的一切信息 继而彻底隐匿 回到那个安静的隐身世代 做完这一切之后 汉娜送走奥兰 在车内是久久不能平静 殊不知 奥兰已经改头换面踏上游轮 带上三兄弟以及玛丽 彻底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 原来一切都是障眼法 皆是五人利用汉娜不能生育的母性 设下了圈套而已 目的就是利用俄罗斯黑帮 助几人完成家死 继而抹去全部的信息 等汉娜发现之时 已为时晚矣 而电影也戛然而止 极为畅快淋漓的一部犯罪 选一大片 黑客的罕见题材 更是让其多了几分观感 强烈强烈强烈 建议大家看看原片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末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